一座有1700年历史的大湾区古城 在城市进化中沦为城中村 在不大拆大剑的前提下 怎样让城中村蜕变 古城重生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华丽变身剂 它本来是一颗混凝土 艺术家用一个镜面把它包起来 也是管道精灵的一个小作品之一 做完的第二天 我们就开始有人在这烧香了 这里是2023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分会场 深圳的南投古城 南投古城是深圳特区成立前保安县政府的所在地 它被誉为深港澳地区同宗同源之根 而它的建筑历史可以上述到1700年前 至今仍保留的古城墙见证了一座古城作为深港两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过往 但时光走入现代这里就变了 以前这个地方没改造的时候屋顶是非常破的 周围的房子也很破 这个屋顶改造了以后实际上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展台 你就会在这里看到日常生活里城中村里的各种各样的美 策展人韩晶所描述的展品和现实是作为城中村存在的南投古城 改革开放之后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以惊人速度推进 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没有汇集这一个地方 这里沦为了城中村 居民乱建握手楼出租 电线乱接 小坛乱摆 人居环境恶劣 下水道 电脑这些东西在地下的没有做好 没有做过 当时建设的时候肯定有缺陷 所以要提升 当人们开始思考这一片城中村的未来走向的时候 2017年一群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把南投古城当成了一个新型公共空间的试验场 作为第七届双年展的主会场 一系列有创意的艺术展品 把历史 在地文化和独特的城中村生态结合 南投古城火了 人们发现原来深圳不仅也有文化 竟然还有历史 17年双年展那次身世浩大 这个村子就有上千万上亿的流量 艺术设计能够给城中村带来新生吗 当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展落幕之后 人们找到了答案 就是那次双年展结束之后呢 它就突然又变回了城中村的样子 就是艺术家走了 艺术作品呢 村里面人不是特别的认同 很多被拆除了 墙上面的字被抹掉了 但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租金上涨了 租不起了 南投古城的改造正式提上日程 到底要怎么改呢 深圳是中国最早提出城市更新 这个概念的城市 当土地短缺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 深圳就把目光投向了为数众多的城中村 对于城中村的改造 许多城市是把整个片区推平盖新房 给予老住户回签或者补偿 但这一个南投古城是特殊的 它不仅是深圳的城市原点 而且至今留有不少的古迹 还是一个空间复杂 流动人口比例极高的城中村 有近三万人在这里生活 不过原住民只有二十户古道 这里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 要把它彻底拆掉吗 像现在中国的这个城市的建设 它有各种规则 这些规则就导致比如间距 比如消防 所以你看到都是一百米以上的楼 然后路都很宽 然后都是为车做的 但像这种城市都是人形的 都是熟人社会的 不好的地方就握手楼 好的地方就是它特别亲切 几乎深圳有一半的人 都住在城中村里面 尤其是那些刚来的和收入不是特别高的 也就是说城中村像一个海绵一样 但是我们就觉得它张乱差 有安全风险 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问题 但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现象 并且它对城市的支撑非常重要 可能在一夜之间 一个摩天楼出来了 然后它七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变了 你永远看不到它变化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景象 就是当你看一个地方永远不变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头 所以城中村它像一片森林 每天都在变一点点 它也不会大变 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时间的遗产的价值 最终大家的决定是不拆 政府用回租代替拆迁的方式 回租了299栋房屋 统租全部沿接建筑15到20年 统一规划和改造 就和之前的一波拆迁 造就一村亿万富豪的拆迁 拿补偿的模式 可谓是落差巨大 我第一次跟原住民代表去开会的时候 十多个坐在一桌 大爷大妈 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给我拆了赔钱 其实他们对于家乡的那种 你给我保留啊 能不能改得更好啊 能不能保障我的租金啊 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古城火化 加城中村改造的实验 2019年南投古城迎来了第一次重生 一起改造集中在南北和东西两条主街 临街房屋全部被统租下来 规划设计为全新的消费休闲街区 迈入古城门 人们就能进入到一片时尚和设计感丰厚 同时在地文化氛围拉满了新空间 南投古城再次活了 我住在古城都有六年多了 病化是特别明显的 闻家敏是南投古城的原住民 他从小在这里长大 03年搬走了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就很少回来 原本其实这里还挺脏乱差的 就是路都会很破 尤其是一到下雨天 就真的满脚都是泥水 就其实挺不愿意回来的 改造后的南投古城焕发生机 也让在外地工作的陈嘉敏 在2021年决定回到古城 在我们家一楼这个地方 去开一家杂货铺 我觉得整个路都很干净 然后就会更愿意会回来 然后再加上现在 主街有很多很好玩的商铺 所以有时候朋友问我 深圳有什么好玩 我都会带他们来 你是哪里来的 有朋友 台湾台中市 比广赛来 那你觉得这里漂亮吗 对比较 漂亮 古董之类的 还有牌子那个 怪事上面的牌子 还有些古代的器具 古代的器具很有兴趣 对 2018年的数据显示 深圳1044个城中村里 容纳了本地60%的城市人口 超过1000万人 在已经改造基本完成的两条主街以外 南投古城就居住着为数众多的新生漂 还有创业者和低收入人群 南投古城它是一个真实的生活 我们希望它日常就是以前的居民和新来的人生活得很融洽 因为它只有两条主街 剩下来的都是那些礼项 那些礼项你是没有办法去统租的 你只能心心点点地去租这一栋那一栋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改造它 2023年的8月份 深港双城双年展再次来到了南投古城 这一次的分会场和六年前的主会场截然不同 策展人没有再选择已经商业化的两条主街 而是深入到内阶礼项 在日常生活要素最集中 空间冲突最剧烈的城中村礼项社展 这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我们的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跟这个 我的宿舍跟快递员的生活 跟城中村的居住相关系 快递小哥的宿舍的真实的 他们的生活标准 比如说这是一个公共的淋浴间 对 其实很干净 这个路口其实还有一组作品 它也是跟我们的城中村 跟我们的棋手有关 你看城中村里面有很多 那上面是真的 真实的这些电路 这是假的 但是它把它变成一个场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作品 一个小电动车 里面一个作品 它是送快递送快餐盒 所以这些作品其实跟周边的环境 完全融合在一起 在这一场展览当中 策展人 艺术家和古城改造设计师 似乎达成了共识 有关新一轮城中村改造的思考 被融入到展品之中 像这些以前都不是小广场来的 都是有这种什么配电房 垃圾转移站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 做一个小的公园 小花园 大家就 小孩有地方玩 城中村的孩子 他就是需要公共空间 所以你也能看到这些房子 其实就是城中村 典型的城中村的样子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 我们几乎保留了 它当时建造的样子 就是比如60年代建的 它的材料就是60年代的材料 因为我们在内街底下 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业街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居民在里面 很安详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改造的很轻微 所有的作品都是很低调的 就是一方面能够 让这些作品 融到它的生活里面 就让无意中看到一个作品 其实这些居民 其实他们会关注我们的工作 你不要以为他不关注 其实包括你看 我们的拉板车的 我们的快递员 他回头一看 他会记住这作品 而且很重要的是 他知道这个好看 随着大湾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很多城市都会面临 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改造问题 以微更新的形式徐徐推进 让有序修复 和人文艺术融入到居民的生活里 会不会就是这一轮 城中村改造的理想法案呢 我觉得这个是改造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于好意 我们想给他太好的东西 但是他不能承受 他就会发生质变了 城中村特别适合 现在社会发展 甚至是未来社会的样子 因为他更公平 他不用十万块钱 每平米的成本 他下楼就能买吃的 然后周围全是 你可以接触到的店 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地方 用步行的方式 生活 上学 办公 约会 见朋友 当然你出这个村子 外面花花世界也没有问题 但是 它其实就是欧洲小镇的尺度 和那么多元 所以我不觉得它过失 我反而觉得它 有城市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在 天到你的 Says 在一棵亂拍摄 我希望你会在电源中 我们将一位带的地方 看到电源中 材料中 让你带过资料 。 堂保留 感谢